哈囉大家好我是小便 那在龍鬥士推出之後有很多人就是對這個職業有非常多的這個疑問 那最多人問的當然就是武器啊武器跟配點 那因為武器的關係啊龍鬥士他本身來說他大部分的武器是沒有不損壞特性 然後如果說你要打一些比較高等區的怪物 或者是有一些不死系的怪物的話又特別的麻煩 好那對於大部分應該說平民玩家來說 有一些高階的武器他們可能沒有辦法馬上拿到 那於是在網路上問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我整理了幾個巴哈上面比較多人在討論 或者是我覺得蠻重要的一個問題 然後來這邊一次跟大家來做個比較全面性的一個說明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呢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們在選擇這個鎖鏈劍的時候啊是怎麼選擇 因為確實啊像第二個問題他問到的是說鎖鏈劍會壞刀居多嘛 那是不是會受到練功場地會有一些限制 這個是很現實的一個問題因為綠色以下的鎖鏈劍包括藍色的鎖鏈劍喔就是破滅著鎖鏈劍他也是會壞刀 那唯一不會壞掉的就是魔族鎖鏈劍還有那個惡魔王鎖鏈劍喔 但是這兩把對於小科玩家來說或者是無科玩家來說 他們就比較少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快那麼那麼多的資源去拿到這一把武器喔 那這邊的話其實很多人在討論啊就是用一些替代性的方案 譬如說拿鎖子甲破壞者或是拿那個銀斧喔 這兩把武器雖然說他不是他不是什麼他不是那個藍色的就不是不是稀有的武器 但是對於練功來說他其實是非常有幫助的喔 因為基本上像加六的這個銀斧啊他是 只要是斧頭他都是不損壞的特性 那因為龍鬥是有屠宰者嘛 那你只要可以在第一下 第一下屠宰者砍出去的時候把敵人砍死 那基本上這把武器就很夠用了 那銀斧他本身又有對不死系加成 所以他拿去砍一些大怪啊硬皮怪或者是那個不死系的怪物都很好用 那當然說如果你有更好的武器 譬如說狂風之斧或者是這個雷雨之劍 這兩把其實都不難取得啦 那狂斧在之前他其實是沒什麼價錢的 可是在因為現在龍鬥士的武器大家比較難挑選喔 以至於說最近又被大家討論起來 因為狂斧他只要加6 他的這個洛雷 黑暗洛雷這個魔法的發動又有10% 所以等於說放屠宰者的時候 像龍鬥士他砍屠宰者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觸發這個魔法效果 所以有人會拿他來這個打怪 他打怪速度也非常快 那雷雨本身就是不壞刀 而且他是單手劍 他可以去彌補你這個 防禦上的不夠 比如說你可以去拿個金盾 來補那個防禦力 這一些武器都是對新手玩家來說是非常好的 那最近價錢有點小漲了 那大家還是可以看一下 那再來我們再講下一個問題 就是龍鬥士那個弱點曝光開眼的這個問題 好那這位網友他的問題是說 要開眼之後再打嗎 再放屠宰者嗎還是慢慢打 打到 就是慢慢打讓他有屠宰者之後 再再砍 其實這個問題 如果是打怪的話我的建議是 就不要 不要把那個屠宰者設定階級 像我現在這個畫面上看到這個 他是第二階 就是屠宰者他一直砍 應該說普攻一直砍 砍到弱點曝光出現第二階的時候 他才會自動施放屠宰者 可是通常如果是打怪的話 基本上如果我們放屠宰者 應該說效率最好的時候是屠宰者砍下去 的CD時間內 這隻怪物就要死掉了 這是最好最有效益 最有效益的一個一個砍法 那如果說今天你砍這隻怪物 可能會砍到第二下的話 那可能可以考慮一下放一階 我講的是第二下是 那個屠宰者第二下 這時候你可以考慮用一階屠宰者 那因為他 因為你這隻怪物表示他夠硬 那夠硬的情況下 你多砍他幾刀可能會出現這個 弱點曝光 那這時候再砍屠宰者的話 就會有額外的這個傷害 那對打怪來說我覺得還不錯 那一般來說打一些 你覺得清怪清很快的那些小怪 那基本上是不要開 就是直接把他設定 都不要有任何的階級 就是一看到怪 就拿來開怪這樣子 好那再來下一個問題 龍鬥士的武器選擇 他的問題是他有一些鑽 那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是買惡魔鎖鏈劍 然後但是他的全身的飾品就 普普通通慢慢玩 裝備也沒有很好 那第二個選擇是 花錢買加久的雷雨 然後剩下的來 湊錢去買這個飾品來衝 那他說選擇 選擇就有這兩種 那要選擇哪一個比較好 其實我的建議是如果飾品 都還沒有很好的狀況下的話 建議先衝飾品 建議去衝飾品 因為這表示一個狀況 就是你的機體本身就不強 你機體不強的情況下 就算你有了惡魔王鎖鏈劍 你被怪打還是非常痛 而且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這個鎖鏈劍的傷害 惡魔王鎖鏈劍他的傷害 他雖然是紅武 可是他一般的傷害來說 他沒有特別的強 那他的好處是他有不損壞的特性 可是他的攻擊力沒有特別的強 他主要的那個優點是在他會發動疾病術 可是在發動疾病術之前 他可以說是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優勢 那所以與其你去強化去花了大錢去強化 或去買這把武器 你不如去拿一把可以用的刀 其實加9的雷雨在砍也很快 因為他的電擊發動也有10% 那如果以他這個來講的話 20000鑽他花了3000多鑽去買 至少還有16000多鑽 可以去充飾品或是去買他的裝備 那飾品我覺得非常重要 等到你這個角色的機體 飾品 飾品是很根本的東西 都提升上來之後 你再去考慮要不要換好一點的刀 這時候第一個是你等級也上來了 那第二個是你機體又有了 那再來你就慢慢存 存到一把你足夠去換到這把武器的鑽石的時候 你再換這樣就比較好 那再下一個是寒冰鎖鏈劍好用嗎 好這個問題也是很多人在問 因為畢竟他是龍鬥士推出的時候 的一個限量製作活動 那很多人就在問 那這把刀其實他是好用 他的魔法傷害其實是非常的痛 就是寒板已經有玩家測試過 魔防 魔攻不需要太高 大概10左右 10左右去砍 去砍怪的時候他發動那個寒冰地裂樹 最多就可以砍到 出現的時候 魔法一次可以傷害平均喔 大概60幾滴血喔 而且他加6的時候那個寒冰地裂樹的發動率 其實還蠻高的 那打怪基本上是夠用 可是他有一個缺點是他還是會壞掉 他還是會損壞 那第二個是他 你如果拿來打架 你拿來打架的話那寒冰地裂樹 他的效果會受到對方的魔防影響 所以整體來說沒有那麼好 而且他的傷害其實也沒有那麼好 所以如果說你要練功打怪的話 第一個是要挑地點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 對就是要挑地點啦 那要考慮一下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要打架的話這把就可能不適用 可能就真的要去拿 惡魔王的鎖鏈鍵 那這個是我自己的想法 當然要的話也是OK啦 但是如果說你K怪KK 畢竟他不是萬用刀 這個其實就有一些限制 那再來下一個是龍騎士的技能問題 他說他在龍六打到技能書會毀滅 值不值錢 這把 這個問題啊這個問題其實 主要在於你們的伺服器有沒有在打架 因為他是屬於龍鬥士的第 第二級技能吧 第二級技能 那二級技能基本上都是打架在用的 所以你平常是不會 通常是不會在 怪物身上放啦 那 護衛毀滅這招技能他是 可以讓對方的 防禦加10 就是 就是防禦要 扣掉10的意思就對了 就是防禦破壞掉 那 他的效果其實還不錯啦 而且我在韓版玩 放那個 其他玩家的這個機率其實是蠻高的 而且他的距離也蠻長的 好像三格還是五格就可以放 所以如果說有在打架的話 這一本其實是很值錢的 但是如果說你們伺服器已經是死符 就是沒有什麼人在打架的話 那這一本是不會有價值的 就是其實可以跟一本書叫 那個 妖精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很貴的那一本啊 精準啊 跟精準一樣 如果你們伺服器沒有在打架的話 那個精準是 是炸不出那個價值的 有打架就會有價值 所以 這一本書他有他的價值在 但是 看伺服器的狀況 如果你覺得 欸 像現在價錢其實很好 因為量產那個 還沒有量產出來 所以他的價錢會是很好 可是你要在對著刺服器買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問題 有沒有人測試這一把 不死的藍武 消滅著鎖鏈劍 那有不死器加成 所有的鎖鏈劍裡面 對不死器加成就只有這一把 那 如果說沒有這一把的話 其實可以拿其他的武器砍 包括剛才講的 銀幅啊 那個 或者是那個 鎖破 這兩把都可以 可是 對龍鬥士來講最好的還是這一把 對龍鬥士來講最好還是這一把 對龍鬥士來講最好還是這一把 因為 大部分的不死怪其實都是 應該說你可以打的地方啦 比較平 比較平常的地方 比如說 艾爾摩啊 或者是 地尖啊 或者是龍 龍尖 或者是 奧滿之塔有一些不死怪 像現在 拉斯塔巴的也有不死怪 在這一些地方 你只要不要打到那個硬皮怪 基本上消滅者鎖鏈劍配合 屠宰者還有弱點曝光 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刀 那 缺點它 依然還是 沒有雙 沒有那個不損壞的特性 所以 這點還是要特別去注意 那它值得 它值得擁有 我覺得它值得擁有 就是 龍鬥士手上基本上要有一把 加五以上的魔族鎖鏈 然後 也要一把消滅者鎖鏈劍 然後有一把打架的 惡魔王鎖鏈劍 我覺得這三把是一定要有的 好 那再下一個問題 龍鬥士要點什麼 點名嗎 如果說你要把它當妖精丸的話 一開始點名 當然 加減 新手 新手其實點名還可以 但是因為它畢竟不是一個長久之技 因為鬥士它本身的技能 並沒有對員工做強化 所以你只能用射的 就慢慢射 一件一件慢慢射 就是裝那個整鐵手甲 慢慢射 那如果說你是 近戰的話 那更不用講 近戰點名是 近戰點名 一開始就點名 是非常錯誤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可以看一下 右邊的這個能力數值 如果你點名的話 它增加的是遠距離的命中跟攻擊 那反過來說 力量的這個近距離跟 近距離命中跟近距離攻擊 是完全沒有的 那你今天你要拿什麼砍 如果你拿的是近戰的武器 在砍 譬如說鎖鏈劍的話 那你是完全沒有近距離命中 你是砍不到怪的 所以如果說你要拿真鐵手甲的話 你再去點名 那如果你拿的是近戰的 近距離攻擊的武器的話 那你就點力量 什麼時候可以換呢 76級之後 等到你力量點滿之後 你如果缺一些防禦力 因為點敏捷會增加防禦力嘛 如果你缺防禦力 你可以去點敏捷 這時候是OK的 可是一開始就不要這樣子點 一開始還是建議 點力量這樣子在衝會比較快 尤其是50級 55級之後 其實會更明顯 拿近距離的武器 就是鎖鏈劍 然後配合這個雙 山屠宰者這樣砍 會非常的快 那當然啊 當然 真的有沒有人這樣練呢 其實是有 這邊有一個 有個玩家叫換雨星成 他其實就有做這樣子 蠻特別的一個玩法 他去弄了一個 他是 本身是裝加巴的真鐵手甲 那我畫畫面上這個是給大家看 他也去做了 因為 這是蠻特別的 龍鬥是用飛刀 真鐵手甲就是要配 銀飛刀還是重飛刀 他就可以打 因為大家知道龍鬥是有屠宰者 他可以幾乎是 無限的三重石這樣射 可是 後來測試之後發現 因為屠宰者 我下面這邊有一張圖 他的對象是兩格內NPC 或者是一人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他雖然說他可以 無限卡沒有錯 可是他必須要 走到敵人的兩格之內 他才能去連續射這個 飛刀 所以等於是沒有效啦 等於是沒有效 因為兩格內你就 用鎖鏈劍的話也是兩格內啊 你何必去用飛刀 跑到人家前面去用兩格這樣射 你少了很多的那個機會啦 少了很多的攻擊機會 而且真鐵手甲 那遠距離 他一定射 射不贏那個 應該說近身的時候 近距離武器傷害還是最大的 所以這個是可以玩啦 可是就是 呃 玩完這樣子而已 就是試玩這樣子而已 好 那以上這九個問題呢 是我在baha上面看到的 就是網友 比較多人在回覆 那我覺得也比較重要的 那解釋就大概說明到這邊 那感謝大家收看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要再討論的話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如果我知道的話 會再跟大家來做說明 或是你覺得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一起來討論 那我們就先講到這邊囉 掰掰 掰掰